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椰香浓郁的马芬蛋糕 方法特别简单 口感又松又软又香又甜 在大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加入50克的零卡糖或是白砂糖 用电动打蛋器打匀 一直打发到这样 蛋液的颜色变浅 体积明显的增大 然后筛入90克的低筋面粉 加入3克无垒泡打粉 加入1克盐 再用刮刀翻拌均匀 要尽量快速的翻拌 一定不要搅动 避免消泡 翻拌到这样的状态就可以 我准备了40克椰子油 如果没有椰子油 用玉米油或是黄油也可以 盛入一小勺的面糊 大致的调匀 再把调好的面糊倒入大碗中 翻拌均匀 加入椰子油的面糊 会更加的细腻顺滑 像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 我们可以把面糊倒入到裱花袋中 或者直接倒入凉杯里 再把面糊倒入到纸杯托中 我倒入了五分满 这些材料 这些材料一共做了六个小蛋糕 上面再撒上一层椰蓉 增加椰香味 最后再撒上一些粗粒的白砂糖 在轻震几下震出里面的气泡 烤箱开上下火提前预热 170度放在中层烤25分钟左右 因为烤箱之间是有差异的 所以具体的温度和时间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当的调节 蛋糕出炉的一瞬间满屋子的椰香味 出炉以后可以清震几下 震出里面的热气 把蛋糕从模具里取出来 装盘 我觉得蛋糕在温热的状态下 口感是最好的 表皮有一些酥脆 还有砂糖的颗粒感 里面又松又软 满满的椰香味 这款蛋糕的口感是比较厚重的 早餐可以搭配牛奶 咖啡 茶 都是非常不错的 喜欢的小伙伴们 也快动手做起来吧 我是小莉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留言 明天见 ères core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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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